好 不过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他说想要拼在野整合 所以他呢就是宣布要独立参选嘛 但是现在传出在先前 国民党不仅一次来接洽了 资政媒体人黄光琴就秀出说 郭董跟朱立伦的岳父高玉仁的合照 而且表示说呢 其实六月底他们就已经见过面了 那么副主席连胜文他也表示 说在八月的时候呢 他也有跟郭董谈 可是呢郭台铭坚持是要来郭上喉下 不给任何的弹性 所以才会导致谈判没有持续的进展 他是高玉仁 他是朱立伦的岳父 六月三十号去找郭台铭见面要干嘛呢 亮出高玉仁与郭台铭见面合照 资深媒体人黄光琴在节目中爆料 郭台铭与蓝营一直都有在接触 五一七如果是个斗点 那七二三再换喉这件事就会是一个据点 刚接下郭台铭进办发言人黄世修加码爆料 一直到七月底都还对蓝营抱持希望 甚至到八月时还在坚持希望国民党换掉侯友宜 就是说反正要谈就是只能谈他上喉下就没办法谈 这近期发生的事情吗 大概也三个礼拜前 先党主席朱立伦之命与郭董开启对话 连胜文没想到对方态度如此强硬 让合作起来变得困难 国民党接连接触 但郭台铭还是在八月二十八号宣布独立参选 而最新民调也出炉 总统四强对决情况下 赖清德取得约三成三领先群雄 柯文哲拿下约两成二 侯友宜则拿下百分之十五点三 郭台铭百分之十一点九落后排名第四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郭董独立参选 不支持的民众高达四成四 高过支持的三成六 参选前整合谈不拢 现在郭董要怎么跟国民党谈 充满问号 华视新闻章程前线档SNG小组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